杜月笙全传 任中原编著 第31章 日暮图穷 别了 上海 1949年的前四个多月 杜月笙都在上海忙着筹款救济难民 难民越来越多 也说明国民党的形势越来越坏 杜月笙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变化 也早已敏锐地感觉到国民党败事难免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 蒋介石早在1949年1月21日就被迫宣布隐退 离开南京了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不过蒋介石根本不交出大权 他在下野前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政治上 他对国民党的党 政 军的人士都做了重大调整 所有要职都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 在经济上 他用各种手段 将各大银行和老百姓的存款 洗劫一空 在军事上 他建立了海上连锁 将台湾作为自己最后的落脚点 所以 蒋介石只是名义上离开了总统宝座 实际上却坐镇西口 在幕后操纵着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事务 蒋介石引退后 代总统李宗仁愿意和谈 企图与共产党划长江而至 为了迅速结束内战 实现真正的和平 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李宗仁的和谈 不过蒋介石的狡猾奸诈和不讲信用 共产党是早就见识过了 于是 毛泽东同志在声明中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4月1日至4月20日 周恩来和张志忠分别代表共产党 国民党进行了和谈磋商 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不料最后国民党却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由此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假和谈的骗局 4月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鄱阳湖口 冬至江音要塞的千里长江北岸线做好了渡江作战的准备 4月20日 何谈失败 4月21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联名发布了向全国禁军的命令 这一天 渡江战役开始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横渡长江 兵分三路作战 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 不堪一击 请客瓦解 4月23日 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 国民政府覆灭 国民党军队战败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垮台 他杜月生该何去何从呢 解放军兵临江南时 杜月生也与一些著名人士多次接触 商讨时局 大家都劝他留下 周恩来还特地通过黄炎培 想约杜月生念谈 杜月生有些心动了 他也考虑过留下来 可是这个念头 只是在他脑海中闪了一下 就被他马上否定了 他的双手 沾满了共产党员鲜血 留下来 他实在不敢 而蒋介石 会容许他留下来 帮共产党做事吗 早在1949年4月10日 已经下野的蒋介石 就在上海召见了杜月生 他先对蒋经国逮捕杜威平一事 做了一番解释 说自己当时正在前线 并不知情 不然绝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杜月生听了 连忙表示感谢 其实心里却很明白 蒋介石是在演戏 这些年来 他为蒋介石奔走效力 办了许多国民党政府不好出面办的事 他这个上海皇帝坏事做尽 其中有不少是为国民党做的 可蒋介石过河拆桥 利用完了 就一脚踢开他 连他的儿子也给抓进了监牢 虽然最后事情了结了 可他与蒋介石的梁子也结下了 所以现在蒋介石这般安抚 杜月生也根本不相信这是好心 果然 蒋介石话锋一转 就提到了1927年杜月生组织的共经会在四叶二大屠杀中的作用 还专门提到了被活埋的汪寿华 这是杜月生的死穴 所以他明知蒋介石在威胁自己 也不敢留在上海了 这是蒋 杜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蒋介石离开前 还好心嘱咐了一句 如果上海实在守不住了 你就找个适当的时机去台湾吧 请杜月生去台湾 蒋介石倒是诚心实意的 不过 杜月生已经看透了这位下台总统不讲情愿的嘴脸 很清楚 自己要是去了台湾 也只能养气鼻息 哪天他再无利用价值了 末日也就来临了 所以 台湾是不能去的 而上海又不敢留 他能去哪里呢 无所不能的杜老板 第一次为自己的前途犯了难 不过局势变化不等人 共产党占领南京后 杜月生就要加快做打算了 他权衡再三 终于选择了香港 香港当时还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 对杜月生来说 这是一个好地方 回大陆 赴台或出国 都很便利 他虽然不想去台湾 但也不敢和蒋介石正面决裂 这条后路 是一定要有的 他不去台湾了 给蒋介石的理由是 台湾气候既潮湿又闷热 很不利于他的哮喘病 他早年也去过香港很多次 抗战时期 还在那里生活了几年 在他看来 跑到香港 对国共双方都若即若离 是最好的选择 真正要离开上海了 除了心头的不舍 杜月生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一般人要跑路 也就是携财务带眷属而已 可杜月生不一样 他的妻妾子女就有二十多口 保镖 庸人一大群 亲戚朋友一大堆 这么多人 加上每人每户携带的物品 阵容绝对不小 杜月生本来打算坐飞机移步到香港的 可是一来人数太多 飞机根本无法装载所有人 二来 他的哮喘并太严重了 根本不能坐飞机 最后只好坐船 这样也好 所有的人都能一起走了 临走前 杜月生还要交代好所有的事情 他在上海滩混了这么多年 牵涉的事物既多又杂 门生弟子也多 一交代下去 也是一件很费精力的事 即使要操心这么多事 杜月生还是没有忘记 去拜访自己的老兄弟 黄金融 自张孝林死后 杜月生很珍惜与黄金融的情谊 他也希望能劝服黄金融 一同去香港 黄金融退下来后 就一直过着隐居生活 每天就是泡泡澡堂子 抽几管大烟 打几卷牌 杜月生能在这个时候上门探望 他心里非常高兴 不过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故土难离 所以杜月生怎么劝 他也不同意去香港 他很干脆地表示 自己已经风烛残年了 顺其自然吧 杜月生看着老太隆中的黄金融 落下了两滴辛酸泪 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 杜月生就带着一大帮人 登上了荷兰扎华公司的万吨及克伦堡树云号 逃往香港 随从逃港的 除了杜家众人 还有金亭孙一家 万莫林一家 顾家唐一家 朱文德一家等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杜月生待坐在客舱里 一股悲怆之情 瞬间涌上心头 两行热泪 沿着那瘦削沧桑的脸 缓缓流下 别了 上海 香港发挥余热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 宝树云号客轮十底香港 文讯赶来迎接他的 只有在港的少数家人亲友 寥寥数人的欢迎场面 在喧嚣嘈杂的码头上 显得毫不起眼 来到香港的杜月生 还是那个跺一跺脚 就能使整个上海摊抖三抖的杜老板 杜先生吗 杜月生经历了两天两夜的旅行 身体疲惫不堪 心境黯然无比 他实在没有经历去关注迎接他的有多少人 是哪些人 所以 在几句短短的寒暄之后 杜月生一家 就住进了香港渡公馆 接尼的台十八号 不过杜月生再怎么没心情 登船迎接的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 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个人就是被称为香港杜月生的理财法 正是因为这个人 杜月生才在香港发挥余热 找回了一些昔日的尊荣 说起理财法 还是得提一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杜月生的风光 那时 杜月生凭着庞大的势力 显赫的地位 成了中国黑社会的偶像 各地的黑到一号人物 都被人称为某地杜月生 比如天津杜月生 广州杜月生等 理财法就是香港杜月生 理财法的经历 与杜月生有些相似 他早年 也是混在上海街头的小鳖三 后来加入了青帮 成了通字辈的人物后 就逐渐风光起来 不过他的名气 怎么能与明镇黄浦江的杜月生 相提并论呢 他所做的事 也不过是给大流氓们做包打听 为赌场看场子之类 不过理财法也有一手绝活 就是秘制马飞 他在马飞工厂里混了很多年 精通马飞提炼的技术 不过毒品交易的利润再丰厚 也装不进他这种小角色的腰包 理财法不甘心 一直做个小角色 就打算带着几个把兄弟出去闯荡一番 八一三松护会站爆发后 理财法就跟在上海的大亨富豪们 到了香港 理财法不仅有胆识 也很有头脑 他打定主意 在香港发展后 就豁出血本去结交本土人士 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 半年多后 他虽然没有成名 但也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理财法虽然走黑道 但也是个爱国者 香港沦陷后 他曾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兴恒 在马路上相遇 王兴恒关照他说 沦陷后的香港秩序 你要尽力维持 我们现在香港的人 请你设法救援 理财法将王兴恒的话牢记在心 他还真做了不少事 他曾发动青帮兄弟 协助陈策将军 维持战乱期间香港的治安 也曾协助盟军作战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 日本宪兵队看中了他的帮会背景 将他拉过去 做真机队长 他就利用这个身份 摇奉重庆方面军统头子带立的指令 暗中挽救抗日人士 先后掩护杭州市长周向贤 外交部长魏道明的双清 陈策将军的夫人 国民党港澳方面党务负责人 沈哲成等一百多人安全撤离 他做了这么多事 自然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怀疑 日军决定逮捕他 理财法听到风声后 就立即离港赴户 然后绕到去重庆 跑到西安时 盘费就不够了 他冒昧给杜月生发了个电报 不料杜月生马上就电汇了两万大洋过来 这令理财法不胜感激 抗战胜利后 理财法重返香港 他成了抗日英雄 名气 地位 都今非昔比了 事业也进入了黄金期 1949年5月 杜月生定居香港时 理财法是丽池花园 游乐场老板 东方体育会主席 北角街放福利会副理事长 跑俄区街放福利会监事长 华侨子弟学校校董 孔盛会明达会长 广东省政府参议员 他经营的游乐场 有餐馆 舞厅 游泳池 高尔夫球场等 被美国 生活 杂志誉为 远东规模最大的游乐场 于是 理财法又拥有一个夜总会皇帝的名号 拥有如此多头衔的理财法 成了名副其实的香港杜月生 理财法对杜月生 始终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他在上海混时 杜月生就是他的偶像 后来他又得到过杜月生的不少关照 所以一直是其为恩人 现在恩人来了香港 他这位东道主 是一心报恩 乐意效力的 杜月生若是在上海滩上 绝对比理财法名头响亮得多 可如今 他避难来港定居 还能言话一句 整个香港都围着他转吗 显然是不可能了 杜月生也很清楚 加上他本就是一个病人 需要静养 所以 在港的众多门徒和友人们也互相告诫 尽量不去打扰他 这样一来 香港都公馆就显得格外冷清了 不过 理财法经常过来拜访 对他毕恭毕敬 嘘寒问暖 这些都使杜月生感到宽慰 于是 他对理财法的事也上了心 杜月生赴港时 上海的大批富商巨股 也跑路到香港 聚集这里的逃难客越来越多了 湘江就呈现出畸形的繁荣 理财法开办的历池 无润装潢 设备 适应和游乐都是一流的 的确堪称香港最高级地游乐场所 而他又很有经商头脑 不时半个乡党小姐选举什么的就吸引了大批逃难来的好客 顾客迎门是好事 可上海客人多了 原来的粤菜部就不合上海人的口味了 上哪区请上海大厨呢 这时还要靠杜月生来搞定 杜月生交代一声 万莫林就写了封信寄回上海 没过多久 上海摊上的头号大厨 上海德行馆的大师傅们 就带着拳套班底及家眷搬来了香港 进入了力池新社的护菜部 德行堂 一时间 力池游乐场上海客云集 理财法日进斗金 力池生意好到令人咄舌 自然有人眼红 英国籍的犹太人查理 就斥资一千万在力池附近 创办了天宫夜总会 他本人有香港武厅大王之称 与理财法的夜总会皇帝之号 可谓针锋相对 旗鼓相当 天宫摆明了 要与力池抖 在开业当天 查理下了血本做宣传 声势非常大 白相就是玩耍的意思 白相朋友们都好新鲜 自然就离开力池 大批大批的涌入天宫 望着空荡荡的游乐场 理财法一筹莫展 这天晚上九点多 他接到坚尼地台十八号 杜公馆的电话 杜先生今晚要来捧场 让他留好座位 杜月生来香港后 一直闭门养病 这是他第一次出门 就是为了捧理财法的场 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 令理财法无比感激 他安排了最好的座位 并亲自带人在力池大门口 恭候杜先生大驾光临 当晚杜月生带着家人朋友来到游乐场 他如普通游客一般欣赏各类节目 而杜先生到了力池的消息 很快传开了 天宫里的客人一哄而散 纷纷回到力池 争赌杜先生的风采 力池的生意重新红火起来 并且长盛不衰 刚刚开张的天宫则从此一蹶不振 不久后 查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只好关门 杜月升官赵力池 在香港的上海人都很给面子 此后 力池就成了上海白相朋友们的大本营了 力池生意好转后 理财法就有了新的构想 他想在九龙青山开一家最顶级的酒店 不知无求能奢华到 令最有钱有势的人都心持神往 甘愿一掷千金去享受 理财法打算自己出资一半 另一半就找几位上海大亨 巨富来分摊入股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杜月升 并希望杜先生能出任董事长 领导大家 经过力池事件 理财法对杜月升感激涕铃 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与杜月升的差距 这个董事长 他是诚心诚意请杜先生担任的 杜月升对理财法的计划很有兴趣 爽快答应帮忙找人入股 不过却婉拒了董事长一职 杜月升表示 要在彭理财法的场 推他做董事长 自己只当个董事 杜老板身在香港 同样能办事 他只打了几个招呼 花了几天时间就邀到了好几位声势显赫 财力富足的股东老板 理财法还真被尊为董事长了 没过多久 理财法构想的那座奢华绝美的酒店就拔地而起了 这座位于香港酒龙的青山酒店坐落于海滨设有工客人享受的私家海滩 它一共只有二十多间房 不说里面布置的如何华美 仅那悬挂的诸多世界名画就引得世界各国的不少艺术家专程造访 他烹调的西餐 也美名传中外 通往酒店的马路 也是青山酒店私有的 路边种植了各类奇花异草 这样一座酒店 源自理财法的构想 也离不开杜月笙的多方筹划 在香港卧病两年多 他仍然是响当当的杜老板 从大陆跑路到香港的猪人 还是要来坚尼的台十八号找杜先生 一日尖尼地台的杜公馆里 又来了一位愁容满面的客人 这位客人名叫胡文虎 是南洋的华侨巨商 虎镖永安堂的大老板 心系割包的创办人 堪称香港名胜的虎豹别墅的主人 这样一个人物 还要来求助杜先生 原来胡文虎遇上了一件尴尬事 惊人介绍 他结识了一位上海女郎叶贵方 这位叶小姐是个风流荡妇 她的丈夫当时在美国 她不仅与胡文虎交往 还养了个叫彭文龙的小白脸 叶小姐攀上胡老板 自然是看上她的钱财了 彭文龙也是个贪财的角色 于是两人就合眼了一出仙人跳 胡文虎就掉进了这样的陷阱 叶贵方撕破脸来勒索他 而且开口就要二三十万港币 他还扬言 如果胡文虎不给钱 自己就去九龙轮渡上跳海自杀 轮船上那么多人 他真跳下去了也会被救上来 到时他一番哭诉 胡老板的名声可就毁了 胡文虎在香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面子自然看得很重 但无端被人讹去几十万 他虽掏得起 心里也不愿意 所以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了杜月生 希望杜先生能帮他出个主意 杜月生在上海时不知处理过多少这样的事 胡文虎的大麻烦 对他而言真是闲话一句就能搞定 他先问清楚了是谁介绍胡文虎与叶贵方相识的 然后就叫理财法去摸一摸情况 理财法对杜先生的话奉若圣旨 自然要好好表现一番 他很快就查明了自己手下一个叫陈彼得的门生 与叶贵方的拼夫彭文龙要好 这出仙人跳把戏 当然就显出原形了 于是 理财法让陈彼得传话给彭文龙 说胡文虎是杜先生的八败之交 你们的把戏 杜先生已经晓得了 现在杜先生很生气 你们要是吃了豹子胆 就耍赖到底吧 话一传过去 彭文龙和叶贵方就逃得没了踪影 胡文虎这场天大的麻烦 就这样让杜月生一句话消除了 如此看来 离开了黄埔滩的杜月生 还是杜月生 他照旧一言九鼎 在香港发挥着上海皇帝的余威 顾虑重重 杜月生是在上海解放前夕跑到香港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上海正式解放了 走进大上海的人民解放军 严守纪律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在马路边吃自带的干粮 不入民宅 露宿在人行道上 他们的行为 不仅得到了上海市各阶层人民的拥戴和赞扬 而且在国际上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 上海 从前是个租界伶俐 纸醉金迷 畸形繁荣的中国大陆第一大都市 然而刚刚解放的上海 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国民党军队撤离时 许多与国民政府及海外机构有关的人员 财产和机构也撤离了 许多富商巨股 大亨文人也卷财邪卷跑路了 此时的黄埔滩 一片萧索 一地荒凉 陈毅是新任的上海市长 他就职后所办的第一件事 便是公开致电旅港的上海金融工商领袖五大巨头 其杜月生 陈光甫 李富生 宋汉章 和钱兴之 恳切希望他们能够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合作 杜月生5月3日抵港 他虽然窝居在香港渡工馆里养病 却时刻关注着上海的局势 陈毅发出友好声明 他自然是知道的 可是 他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吗 上海方面发出声明没几天 陈光甫 就造访了尖尼地台18号 他可是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金融巨子 狠得蒋介石的器重 他在国民党经济界的地位 仅次于国舅爷宋子文 他同时也是杜月生的私交密友 陈光甫登门 告诉了杜月生一个消息 北京的中国银行已经派人来了香港 要和杜月生 陈光甫 张公权 宋汉章等金融界领头人物见面 想与他们商讨股份的事情 杜月生等几个在香港的金融巨头 都是原中国银行的大股东 他们逃离上海时 来不及处理手头的股份 所以他们在该行 还各占有不少股权 现在中国银行要改组 就要召开股东大会 这些股东身份特殊 所以中共专门派人赴港 邀请他们回北京参加改组会议 同时也希望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银行家们都拿不定主意 就向杜月生请教 这天晚上 杜月生 陈光甫 张公权 宋汉章等人 就齐聚青山大饭店 大家各有各的想法 讨论了半天也没个定论 杜月生一向都不会先表态的 这次也不例外 最后 众人都等着他做决定 他才缓缓说道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立场应该一致 绝不能窝里斗 丢了脸面 让外人看了笑话 这一点 大家都很赞同 杜月生又接着说 如今时局不定 今后是去台湾 还是回大陆 也很难说 反正现在 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了 众人听了 都有些心酸和茫然 静静地听着杜先生下面的话 共产党派人请我们回去开会 这是给我们面子 我们也不能博了人家的情面 这个礼上往来还是要的 这句话 可就有些 让人听不懂了 有人迟疑地问 杜先生 是说 要回去 不 现在还不能回去 杜月生笑着说出自己的主意 我的意思 就是出具委托书 派代表回北京开会 这一招 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妙计 进退都留了余地 这也正是杜月生的人生哲学 上海是杜月生的出身地 那里有他所有的辉煌和荣耀 他比谁都想回 可时局不明 他只会继续观望 此时留居香港的上海金融界人士 分成了三派 一派是敌视共产党 决定留在这里重新创业 或期待着国军再打回去的 一派是已经被中共争取过去 积极准备返回大陆的 还有一派就是摇摆不定的 不过他们大多想回上海老家 尤其希望杜月生能带着他们重返上海滩 后两派人占了很大的比例 于是 一时间回大陆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杜公馆的门槛也快被各方人士踏破了 王小赖 刘洪生 吴运初等上海金融工商界巨头 属于已经拥护共产党的一派 都下定决心准备回大陆的 于是 他们每天出入杜门 对杜月生进行轮番轰炸 希望能劝服杜月生和他们一起回去 因为只有他回去了 继续做他们的靠山 他们才会觉得有底气 为了达到目的 王小赖和刘洪生二人 几乎声泪俱下 杜月生什么风浪没见过 他自己要是不愿意 这些人就是把眼泪枯干 嗓子豪破 他还是不会动心 他帮蒋介石反共多年 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 他要是回去了 共产党能放过他吗 这个问题 他想过无数次了 心里始终没有底 所以 他只会静观时局变化 上海市长陈毅的邀请 杜月生没有理会 王小赖等统战分子的劝说 杜月生没有动心 他的老友张世昭亲赴香港 杜月生会被打动吗 张世昭与杜月生的交情 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杜月生跑到香港时 张世昭已经认清大局 毅然投成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挽回与杜月生的交情 他受中共派遣 专程赴港 劝说上海各界名流回大陆 最关键的 还是劝服杜月生 张世昭与杜月生老友 和中共代表的双重身份赴港 他频繁出入尖尼的台的杜公馆 使出浑身解数 来劝说杜月生 张世昭曾是知名大律师 学识和口才 都是顶呱呱的 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天下局势 国际动向 毛泽东领导的新政府 可惜 躺在病榻上的杜月生 始终不为所动 眼看着共产党 在积极做杜月生的工作 上海各界居港人士 也人心思归 国民党自然坐不住了 张世昭等人 天天跑杜公馆时 驻守香港的国民党要人 如吴开仙等 也天天跑杜府 他们自然是劝杜月生去台湾了 吴开仙等人以为自己说服 杜月生的希望更大 不料突然有一天 台北的一家权威报纸 登载了一篇措辞激烈的社论 社论中出现的政治垃圾 经济蝗虫等新名词 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这些词语隐隐都指向杜月生 王小赖等人就拿着报纸去劝杜月生 说社论中的经济蝗虫 就是指他暗中操纵上海金融和物资等 他要是去了台湾 哪里有立足之地 杜月生剪下这篇社论 让秘书边读边讲解 他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社论说的是什么 他还是弄得清楚的 为此 他大受刺激 对蒋介石也很失望 是左是右 杜月生举气不定 依旧在徘徊观望 不过这决定 他早晚都是要下的 放弃回归上海的念头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努力争取杜月生 而杜月生呢 也在努力试探 双方会给他什么样的待遇 权衡着自己如何决定才最稳妥 对台湾方面 杜月生是既失望 又不愿与蒋介石反目 在上海时 蒋经国就连他的儿子也敢抓 由此看来 一旦他没了利用价值 蒋介石就会马上除掉他 来香港后 台湾又出了那么一篇轰动一时的社论 暗指杜月生是政治垃圾 经济蝗虫 虽然后来蒋介石专门派人安抚他 给足了他面子 但杜月生还是寒了心 杜月生心里清楚 蒋介石现在还重视他 努力争取他 不过是想利用他 稳住那些留居香港的上海金融工商界大亨们 不希望这些人被共产党争取过去 蒋介石是什么样的人 杜月生以前就很清楚 现在更不敢对他抱一丝希望了 1950年5月 王兴恒被国民党召去台湾工作 临行前 他来向杜月生辞行 并问有没有什么话需要转告的 杜月生让他转交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封信 表明自己会坚持民国16年实质反共及效忠领袖态度 并表示会竭力完成最高当局下达的任何任务 后来王兴恒很快又返回了香港 并常驻香港负责香港方面的重要事宜 这可能就是国民党最高当局看了杜月生的信后 才改变主意 命他留在香港 与杜月生合作 同时也监督杜月生 不过杜月生再怎么表忠心 也不说去台湾的事 他还曾对蒋介石派来的说客说 自己风向已定 他的风向是什么呢 是回大陆吗 对大陆方面 杜月生时刻都在关注着共产党的政策 他尤其关注的就是黄金融的命运 黄金融是他的结拜老大哥 两人一起合作几十年 共同参与了许多反共行动 所以杜月生认为 共产党如何对黄金融 也会如何对他杜月生 黄金融就是他最好的参照 上海解放时 黄金融已经八十多岁了 年迈多病 又喜欢泡澡糖子和抽大烟 他实在不愿意挪窝 无论家人和杜月生如何劝说 都不打算离开上海 他不走 除了故土难离 还有自己的一番小心思 那就是他一直坚信自己运气好 以不变因万变 什么时候都能化险为夷 当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 文人大亨们纷纷外逃 杜月生都跑到香港避难去了 张孝林没走 却做了汉奸 只有他黄金融在上海滩都来赚去 日本人和汪金卫也没敢把他怎么样 抗战胜利后 汉奸张孝林被除掉了 他黄金融照样在上海 活得有滋有味 他虽然没有杜月生那么风光 但蒋介石也不敢得罪他 何况杜月生的儿子 还被蒋经国抓进了大牢 只有他始终稳入泰山 再者 曾任松户警备司令的杨虎 在解放前 就与中共的地下党建立了联系 并奉命做上海个帮会投资的工作 尤其是稳住黄金融 他与黄金融是老朋友了 所以他说的话 黄金融都比较相信 杨虎曾向黄金融传达了中共的意见 说 只要黄金融拥护共产党 不再做坏事 就可以既往不救 为了表示 自己已经痛苦前非 气暗投明了 黄金融做了不少工作 首先 他上交了400多名青红帮头目的花名册 并告诫手下门徒收敛行为 不得再作恶 其次 他写了一份交代国民党财产的报告 并将挂在黄家花园寺教厅内的那块蒋介石 亲笔提写的文型中型点额也摘下来砸碎了 这些举动都表示 他对国民党蒋介石是不会再抱任何幻想了 上海解放后 人民政府没有食言 确实是优待黄金融 龙门路均培里一号的三层羊楼 还是黄公馆 大世界 黄金大戏院 容金达戏院等 还是黄金融的财产 黄金融不仅继续住着羊楼 而且每月从各处戏院获得不菲的租金 他的日子过得平坚又安逸 不过黄金融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太久 他做过那么多坏事 许多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当时上海市民对新政府不杀这个大恶霸很想不通 他们致输许多部门要求严惩黄金融 为了平息民愤 军管会和上海市政府做了不少工作 他们召开市民座谈会 向百姓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 解释 为何不杀黄金融 同时 他们也要求黄金融坦白过去犯下的罪行 向上海人民交代 并认罪道歉 1951年5月20日 由秘书龚天剑代笔 黄金融签名的毁过书 在文汇报 新闻报 发表 他的原件提名字数毁过书 发表时改名为黄金融字白书 在文中 黄金融承认了自己以前犯下的罪恶 愿真诚地向人民请罪 希望求得政府的宽大处理 毁过书发表后 黄金融又逍遥了起来 不过政府和人民 虽然宽恕了他以前的罪行 却不能容忍他现在的恶习 黄金融晚年 有三大嗜好 就是抽大烟 泡澡糖 和搓麻将 炮澡 没什么问题 但大烟和麻将 却是新政府明令禁止的 黄金融鸦片银很大 又不想想戒掉 就偷偷地抽 他家里 还藏了不少上好的烟土 而他的二儿子黄元太 还在家里私藏枪支 有人向政府举报了这两件事 当大批的烟土 和一大捆步枪被搜出来时 黄金融也无话可说了 政府认定他有罪 不过没有把他关进大牢 而是罚他每天早晨到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扫街 上海大亨 黄金融扫大街 这个消息 迅速传遍了整个大上海 许多人专程跑到大世界门口 争着观看昔日的黄老板 如何扫大街 而远在香港的杜月生 也通过报纸 看到了黄金融扫街的照片 从黄金融的自白书发表 到黄金融扫大街的照片 杜月生心里不免生出 吐死湖杯的感慨 这上海 真是不敢回啊 从这以后 杜月生就彻底放弃了回上海的念头 香港 成了他人生最后的居所 接二连三的打击 杜月生既不决定回大陆 也不打算去台湾 又不想长期定居香港 他在香港只是暂居 观望海峡两岸的形势 不过 作弊上官 并不是这么轻风惬意的事情 杜月生就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 首先还是经济问题 他卖掉杜美路大楼的四十五万美金 是赴港钱就存在香港了 而他到香港并没有贷什么钱 只能吃老本 所以这四十五万美金 就要维持杜家上下几十口人的开销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笔十万美金的财产 这是当年他为子女们预存的教育费 如今由宋子良代管用于投资 滑销太大了 杜月生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 正好他有个做生意的朋友 是四川人 四川司减产量大 价格低 因时局不稳 那价钱又是一滴再低 于是这位四川朋友决定筹集去资收购 然后用中航公司的飞机运到香港出售 这样利润至少能有八倍到十倍 这种投机生意 在当时确实能很容易做成 这位朋友 也是热心想帮杜月生赚一大笔钱 所以就好意劝他入股 杜月生想了想 这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朋友也很靠得住 生意又是稳赚不赔的 只要拿出十万美金入股 数日之后 就有三五十万到手了 于是 他欣然加入 朋友告诉杜月生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攻下了巴东 川边形势比较紧张 不过成都和重庆还不受影响 那些私检已经收购了大部分 都放在成都 就等中航公司的飞机逐批运送至香港了 杜月生正做成赚钱美梦 不料一次意外事件打破了他的幻想 1949年11月9日清晨 两行总经理刘静怡 陈卓琳 带着一百多名员工 及十二架飞机 中航十架 央行两架 飞向了北京和天津 这就是著名的两行起义 两行共有一百多架飞机 国民党本打算陆续将两行的飞机都牵制香港 杜月生的四川朋友也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运送私检 不料两行起义通往香港的航线中断 私检只能堆在成都再也运不出来了 四川朋友破产了 入股的顾家棠等人也倾家荡产 杜月生的十万美金自然打了水漂 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 杜月生急得哮喘并发作 除了钱外 这个毛病也很让他头疼 他来香港后 照样中西医兼用 经常为他看病的医生有七位 其中四位中医 三位西医 这几人都是香港医学界的泰斗 西医是七瘦男 吴碧章与梁宝剑 中医是苏州苍浪亭主人 名画家 名医师吴子生 旅港名医丁继万 陈存仁 杜月生的门人朱贺高 名医们各有各的医法 到底用谁家的药方 家人们都不敢做主 只能由杜月生自己决定 而那些清卷故交前来探望 也很热心的 帮他介绍各种医师和各类偏方 最后 就弄得杜月生吃药越来越多 越来越杂 杜月生的病 反正好不了 钱也能维持一段时日 所以这还不算最大的打击 可惜没过多久 就发生了一件令他很郁闷的事情 他的秘书胡旭武离开了 胡旭武是在抗战初期 经进步人士黄炎培介绍 就任杜月生秘书的 从那时起 他就一直跟随杜月生 是杜月生的得力助手 杜月生还有一个得力助手 叫温佐清 分析事理 出谋划策 处理文末 也很在行 不过比不上胡旭武 作为秘书 胡旭武还掌管了杜月生的许多机密 所以 杜月生既离不开他 也不敢让他离开 怕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会被共产党利用 旅居香港后不久 胡旭武就突然动了思乡之心 经常说要回上海 杜月生亲自劝了他好几次 也没有说动 于是 杜月生又让杜维帆和万墨林去劝他 这两人与他比较谈得来 不料二人苦劝了好几次 胡旭武还是去意坚定 他辞去秘书职务 然后悄悄回了上海 杜月生没念过几天书 缺了秘书 实在不方便 幸亏早年为他做过秘书的秋访墨也在香港 杜月生将他请来接替了胡旭武的工作 秋访墨干的比胡旭武还要好 令杜月生意外的是 没过多久 胡旭武居然又从上海来了香港 并仍旧住进了杜公馆 杜月生一向很敬重文人 国学泰斗张太炎 大教育家黄炎培都是他的做上课 他对秘书们一向很亲热 以某某凶呼之 不过这次他对胡旭武再也尊敬不起来了 二人的关系变得很冷淡 除了这种吃回头草的做法令他很不满意外 胡旭武跑了一趟大路 也给本就处在封肩浪口的杜月生带来了弱大的麻烦 共产党一直在争取他 蒋介石也一直在笼络和监控他 胡旭武来这么一手 不仅令国民党忌惮 连他的许多朋友都以为胡旭武回户是为他与共产党牵线搭桥去了 杜月生碍于多年的情面 没有赶他走 不过胡旭武在杜公馆就成了闲人 于是他想拉杜维帆一起做生意 杜维帆一家六口住在新华街 开销太大 已经到了变卖首饰的地步 杜维帆当然想赚点钱 就问胡旭武想做什么生意 不料他的打算 居然是想学当年的杜月生捞片门 这个杜维帆可不敢做 同时他还劝胡旭武不要做 不过胡旭武不听 后来他与别人合伙做了一次 结果就被人家骗走了一笔钱 上海方面的消息也越来越令杜月生感到不安 杜月生在香港每天都看上海报纸 一天 他在报纸上发现 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改成了工人文化工 汪寿华的血衣正在里面展览 这就一下子揪紧了他的神经 果然 几天之后 当年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和叶超山就被公神处决了 杜月生是这起案件的主谋 见了他们的下场 不免有了吐死湖碑之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 杜月生的哮喘病更严重了 他喘得激进窒息 大汗淋漓 全身湿透 所有的中西医药都失去了效力 为了保命 他只好用氧气罩 氧气筒 这些笨重的东西 害得他八九个月都无法外出 这次犯病 还引发了杜月生对死亡的恐惧 他发现自己的生命是那么脆弱 于是 他的卧室外 存放着成型的氧气筒 杜公馆里一刻也不能少了医生 只有这样 他才能稍微安心地吃饭和睡觉 不过 那些名医们都很忙 哪里能一天到晚住在杜公馆呢 所以 有时杜公馆打了电话 却一时半会 没有医生敢来 这样 杜月生就感觉很不安 好在他名望高 医生们大多与他很有交情 都比较静心 尤其中医师朱赫高和他的介弟朱赫灵都是杜氏门徒 对杜月生很细心 朱赫高甚至经常在杜公馆里睡沙发 整夜守候着杜月生 除了这些 家人的离散就更令杜月生担心了 当初杜月生来香港时 把全家大小几十口人都带来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家里人口就不齐全了 其中二夫人带着老五 老六两个儿子跑去了台湾 兜了一圈后 转到香港 不几天 就又带着两个儿子回了上海 此后就留在上海 再也没有出来了 金亭孙全家大小几十口都搬到了香港 是不打算回去的 不料金夫人思乡情妾 竟然与丈夫闹翻了 她将三个儿媳妇带回了上海 只有大儿媳快要生产了 才留在香港 杜家二小姐杜美侠 是金家四少奶奶 自然回了上海 后来 金夫人自己又跑来香港 那三个儿媳妇 却留在上海了 中会银行一主 杜月生逃离上海时很仓促 手头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完 其中就包括中会银行 中会银行 是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办的 总经理是蒲整东 副总经理是徐茂唐和杜维帆 抗战胜利以来 中会银行就有两个大客户 一个是上海的鱼市场 是杜月生一手创办的 一个是大东书局 董事长是杜月生 有了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大客户 中会银行对其他小储户根本不感兴趣 上海解放前夕 这两大客户的老板杜月生和唐成宗都撤资跑路去了香港 这就导致中会银行资金枯竭,激进倒闭 杜月生其实希望银行关门 不希望储户们再存钱进去 怕将来共产党把这些钱全部没收了 人人都知道中会银行是杜月生开的 所以都愿意把钱存入中会银行 于是中会银行存户猛增,业务异常繁忙 不过杜月生可高兴不起来 他不希望用自己的名望为共产党恢复经济出力 担心这样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于是就决定关停中会银行 当初撤离时没来得及停业 现在就必须派人回上海处理相关事宜了 此时总经理蒲正东早已辞职了 杜月生就派副总经理徐茂堂访护 徐茂堂是都市门徒 他在杜月生的硬币下享福多年 现在好容易逃到香港 哪里有这个胆量再回那个龙潭虎学去 杜月生见他推三阻四 非常生气 不过情况紧迫 也就只能派自己的爱子杜维帆回去了 杜维帆不能拒绝父亲的要求 只好独身回了上海 1949年底 杜维帆奉命反护 共产党并没有为难他 不过双方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 杜维帆回来后继续去爱多亚路中会银行办公 他本想尽快结束银行业务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 银行里他已经做不了主了 当时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银行职工主导着整个中会 杜维帆要结束业务 而大部分中会员工则坚持维系银行业务 两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新政府也用杜家大少爷反护之势做积极宣传 这样中会的业务又进一步扩大了 杜月生等人赴港时 中会的定期存款只有七亿 折合成港币就是三千多块 这对一个银行来说几乎等于零 而杜维帆反护后几个月就发现 银行存款已经有了一百七十多亿 折合港币八十多万 中会在上海市民中的信用很高 不过银行的情况其实不大好 此时 上海刚刚解放 谈不上什么放贷业务 只是吸收存款 还要给储户付利息 银行实际上是在亏本运作 在春节时 银行还给辛苦工作的每位员工 发了三个月的红利 这红利其实也是老本 是中会银行的所有职工 联合起来 要求杜维帆发的 杜维帆无力结束银行业务 又亲眼看到 以前嚣张跋扎的许多恶霸 都被押上囚车去接受清算 斗争 公审 更感到心惊肉跳 杜家的罪恶 比那些囚车上的人都大 如今许多杜氏门徒 也遭到清算和公审 他哪里还敢在刘上海 就一心想着如何尽快离开上海 杜维帆刘上海期间 还做了一件事 1950年春 一直留居上海的林桂生病逝了 他曾是黄金荣的正式夫人 后来黄金荣娶了路兰春 他就搬离了皇宫馆 与黄金荣彻底了断了关系 杜月生当年受过林桂生不少恩惠 与他感情很亲近 所以 当年他不惜得罪黄金荣 为桂生姐在西摩路 买下了一套房子 此后 林桂生就一直住在这里 直到去世 远在香港的杜月生 得知了林桂生的死讯后 非常伤心 他立即发电报给留在上海的 杜家帐房先生黄国栋 命其转告杜维帆去料理丧事 替自己举挨 于是 杜维帆一手操办了继娘林桂生的丧事 杜维帆跑去和中会银行的干部拉关系 他谎称 父亲打算增资来扩充中会业务 说杜月生手头有一笔卖房的款子 可以调拨到中会来 杜月生卖房的事 中会的人基本都知道 所以 杜维帆也不算说假话 为了争取杜月生回上海 当时上海军管会就批准了杜维帆回一趟香港的请求 不过也有条件 就是必须得有一位保人 担保他在指定的期限内再回上海来 杜维帆为了找借口脱身才说增资的 他去了香港就不打算再回来了 所以 这个保人可不容易找 正在杜维帆苦恼不堪时 刘寿奇却主动找上门来 刘寿奇的父亲刘春璞 是杜月生的好友 刘寿奇也是在杜月生的提拔下 坐上了华丰面粉厂经理之位 刘 杜两家人两代交情都不错 所以刘寿奇愿意帮这个忙 即使杜维帆坦白告诉他 自己去了香港就不会再回上海了 他还是愿意相助 在刘寿奇的担保下 杜维帆终于领到了通行的路条 这领杜维帆 即在香港的杜月生等人都欣喜若狂 杜维帆反护半年后 顺利回了香港 一直担心儿子安危的杜月生 终于放下了玄泽的心 他的身体也好了一点 儿子不在这段时间 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除了担心儿子 无法向儿媳妇和孙子孙女们交代以外 舆论压力 也将他再一次推到了封间浪口 许多人都说 杜月生派儿子反护 是在为头供铺路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重回上海滩了 此时 中共为了争取杜月生 也为他安排了一个新职位 就是中国银行董事 虽然杜月生哪里都没去 但他派了中行香港分行的经理郑铁如 去北京参加中国银行的董事会 所以 那些留言就越传越广 甚至以权威著称的美联社 还发表了电讯 来证明这一事实 这些事情 给杜月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和心理压力 他的亲朋好友 纷纷上门探问情况 并踏上的杜月生 只好一遍又一遍的向众人解释 杜维帆回香港 所有的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儿子回来不久 杜月生就在建立的台度公馆里 召开了中会银行的股东大会 中会银行是杜月生办的第一个事业 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 股东们基本都是至亲好友 包括金亭孙 顾家棠 徐茂棠等人 杜维帆先向众人汇报了半年来 上海中会银行的各项情况 坦诚自己本想结束业务 不料根本做不了主 共产党还用他做宣传 将银行发展的更加欣欣向荣了 同时 他也提到了银行虽存款额大 却没有什么贷款业务 以致亏本运行的情况 在场的各位股东 想到银行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 都比较失落 心情最复杂的还是杜月生 上海的各家公司银行存款都在减少 只有中会的储户迅速增加 存款额极度膨胀 可见杜月生三个字的含金量 这令他感到骄傲 也感到惶恐 他实在不想树大招风 不过 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他能左右的了